十八岁 我就想要过很多的东西 想过梦想 想过工作 想过生活 想要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时间没有因为任何人而停留过 像闪电一样一闪而过 没来得及跟任何人告别 到了二十岁 我依然在想 想过去没有完成所有的东西 时间在走 我却还在原地 对未来的一切都很迷茫 生活 从来不曾如人所愿 那些黑暗的人 黑暗的事 总是不经意地打破了所有的期盼 我常常羡慕别人 这样那样的好 而对于自己 欠缺的是根根于怀 我的世界里仿佛没有阳光 到处都是黑暗 总在自负里欺骗自己 伤害别人 或在不满里自甘堕落着 直到有一天 我心里堆满了垃圾 无处发现 我才明白 在这消沉的时光里 所有的一切 都离我而去 我才知道 命运的无情 往往是自己造成的 我开始想要那种 单纯的生活 我开始明白 人生会有许多的无奈 如果你不能改变 那就改变自己的心态 当流星划过夜的脸庞的那一瞬间 有许多人轻轻地闭上了眼睛 默默地许下的愿望 希望有一天 会在璀璨的夜空中实现 这一个不知从哪里 开始的说法 使得许多人在这无数的夜里 寻找着那一瞬间的流星许愿 可是 会有多少人的愿望实现了呢 我们注定为自己想要的东西 需要去奋斗 需要去奋斗很久 很久 我相信 只要坚持 一定会成功 很多年以后 背景离乡 我的事业 我的事业开始步入了正轨 我开始变得盲目起来 我开始离我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 每天早出晚归 东奔西走 我甚至把他乡当成了故乡 我已然忘记了有多少个春节缺席在家里的团聚 我也数不清楚挂断了多少次父母的电话 我甚至开始抱怨 抱怨父母的不理解 我拒绝了所有同学的聚会 我忽略了闺蜜的虚汗问暖 我一直认为 有了事业 就等同于有了金钱 有了金钱 就可以实现我当初的梦想 拥有 我所想拥有的一切 我拼命着享受挥霍金钱带给我的快感 我开始喜欢那种灯红酒绿的生活 我开始享受被人追捧的感觉 然而 我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多 走在大街上 仿佛觉得所有人都认识我 那每一句高声的问号 我很享受 我觉得这是金钱的力量 我可以用金钱 让所有的人为我服务 我满足了我内心所有的虚荣心 我身边所有的九肉朋友 代替我的家人 代替了我的闺蜜 同时也代替了我的好朋友 我越来越讨厌父母的唠叨 我一次又一次的更换电话号码 我用这种方式来逃避父母的唠叨 从此 我的世界为所欲为 我认为 我认为这就是我一生所追逐的梦想 我每天夜夜歌声 去寻找 我认为的快乐 可是 渐渐地 我觉得我的世界安静了 心里总觉得 会少了一些什么 那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我拿起了手机 放开了同学路 我不知道该打给谁 因为我不知道 在这几百个联系人中 哪个 是属于我自己的真正的朋友 心里一阵的失落 我拨通了那个最熟悉的号码 可是 电话却无法接通 我心里很失落 我收拾好了 我收拾好了行李 回到了我的家乡 看见父母的那一刻 我整个人崩溃了 忘了有多久 没有见过父母 然而时间 在他们的脸上 留下了 时光的印记 那一刻 我们谈了很久很久 父母语重心长地问我 你还记得最初 你想要的是什么吗 你还记得 当时你离开家的情景吗 你抬头看看 看看家里的四周 这所有的一切 都是你争来的 可是 你觉得还是二世 二世的感觉吗 我努力地回想着一切 是因为我变了 我变得越来越贪心 我变得越来越自我 我忘记了 当初想要的那份简单 我忽略了所有的亲情 然而我得到了 我想要的所有 我却失去了 我原本所拥有的亲情 我忘记了 陪着我走过一生中的人 这一刻 我觉悟了 我开始学会了珍惜 后来 我问过很多人 哪天 如果你成功了 你会忘记最初 想要的是什么吗 我得到了答案 却是兮起百怪 别让金钱蒙蔽了眼睛 别穷得 只剩下了钱 我在微微调频6188 我是包文 如果你们想要见我 可以来YY调频6188 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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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